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SKY 2.0版 官方要纵蕾C 春元期上线 首按人插队 明朝1.110年抽活动奖励又来了 尝离四种特效形态 经验全长 回音盈域七天限时活动 在活动期间完成模拟领域和凝塑领域的挑战 消耗四十结晶波片 可获得双倍奖励 具体奖励包括角色升级经验 被逼武器升级经验角色突破材料 角色技能加点材料和武器突破材料 通过该活动基本上弥补了 培养金兮所消耗的道具材料 1.1版本下半场的长离卡池上线时间为7月22日 长离卡池的陪跑四星角色分别为陶奇、白纸和莫特匪 之前在承销山剧情试玩过后 长离的四种特效形态惊艳到了许多玩家 准备抽长离的漂泊者应该会很多 然后另一个大雷角色陶奇拍1-3为关键命座 三命可延长盘延互币至30秒 陶奇用来娱乐练弹刀非常好玩 在7月20日限时活动仿生战略 根据活动说明可以得知该玩法应该是玩家 获得特殊争议变成地区BOSS来完成挑战 该活动可获得500新生 在7月25日限时活动 5-5企划 玩家完成5-5企划的指定任务 获得5-5邮币 通过相号5-5邮币来旋转邮递赚盘奖励 只要按时完成活动指定的任务 活动的奖励应该都是能拿满的 共有5抽加400新生加上之前的500新生 通过1.1版本下半场的活动 又能拿到10连抽奖励 明克玩家表示 出场离又近了一步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支持 明朝下半场离卡池已进入倒计时状态 有关1.2版本的相关资讯随之放出 根据测试符提供的消息来看 虽然向离要和哲指的例会平平无奇 时机真的非常耀眼 除了角色技能相关外 还有哪些新信息 我们一起看一下 先来说一个好消息 在1.2版本中 常驻7日签到 赠送5常驻5限定球的活动还会有 这样来看的话 版本签到活动可确定为常驻活动了 如果能够改成10个限定球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按照近期官方修复优化 没有朋友费来看 奖励部分或将减少 预计只能通过特殊大版本 或者周年庆赠送 对于赠送新雷C的说法 算是出口转内销 虽然隔壁姐姐战双 也有过赠送限定角色的操作 但明朝刚开启两个版本 直接送一个限定角色 有点太早了 除了出现了什么重大事件 按照目前明朝的发展速度来看 还不到时候 如果说只是开启雷系漂泊者 还能说得过去 但进度太快也不好 所以对于赠送角色的这个说法 各位漂泊者不要擅自期待 然后再来说一下 有关后续版本的内容 目前有关春的上限时间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则是1.3版本上限 另外一种则是1.4 甚至更晚一些时间上限 既然能够在1.2测试符中 找到有关春的语音包 这就意味着 春已经提上行程了 1.3版本首按人上限 想要抽取的话 玩家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 最后再来说一下版本规划 根据新消息来看 明朝1.0大版本很有可能到1.4版本就截止了 或者和隔壁一样 最晚安排到1.6版本 然后直接跳到2.0 对于版本规划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解释 不过既然是2.0版本 那肯定会有更好的优化 以及更多活动放出 至于官方这部棋如何下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